大家好,我是加密大聪明 众所周知,OpenSea是全球最大的MFT交易平台 现在已经累计交易额到了52亿美金 你无法想象,他们团队总共只有37人 现在他们已经赚取了3.48亿美金的手续费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就当我们购买MFT的时候 我们通过以太坊支付购买的话 我们是需要付一笔比较高额的手续费 一般GAS费高的话,肯到60刀到70刀左右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在OpenSea购买MFT 省手续费的技巧 我用了0.0几美金 就购买了一个MFT 做这些交互操作呢,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顺势维码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季应得五读书 在B圈我们要保持学习和好奇心 多去测试,多去了解嘛 啊,好了,不装了 主要是OpenSea还没发币啊 我也只是推测啊 未来可能会发币 比如说我们交互过的用户空头 不过他们其实也没有明确 你看老牌的加密艺术平台 Superwell不就发币了吗 我们多测试就好了 用平常心去对待 好的,现在进入我们的教程啊 还是老规矩啊 我们要先安装好我们的小狐狸钱包 在我们的钱包里面添加马蹄链的网络 这个整个的教程是通过马蹄链的网络去购买 这样子付比较低额的手续费 就能买到一个MFT啊 我们先在钱包里面添加一下马蹄的网络 点这个字币RPC 把我们的这个网络的参数填进来 好的,现在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添加成功以后 我们需要到交易所去购买马蹄 转到钱包里面 逼到账以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马蹄swap下 把它换成ETH 留一点点当手续费啊 我现在钱包有一枚 我转过去0.8枚 给它换成了0.029个ETH啊 点击兑换 就交易完成了 好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购买MFT了 我们点市场这里啊 点Marketplay这里 然后选马蹄的链 这个皮开头的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能挑选到很便宜的MFT 然后付手续费的话 也是付的是非常少 比如说他这个才卖0.06个 才价值2美金啊 还有比他更便宜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筛选一下排序 比如说从低到高 这个价格最便宜的MFT就可以买得到了 比如说这才0.01 然后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0.015的 所以花0.07美金就可以做opensee的交互了 我这边已经是买了一个了 这个我才花了0.001个以太坊 才几毛钱吧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到这个opensee的交互了 然后这个钱包的交互也是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opensee上面 都有各式各样的MFT啊 比如说库里的MFT也是在这里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库里花了三个以太坊的买的这个MFT是什么 库里买的就是企鹅投的MFT的这个头像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现在的地板价 是多少钱 看一下 三个以太坊吗 这么贵的吗 1.7个 就是库里买了以后 这个企鹅的整个的价格都已经上涨了 所以很多人都去炒这个MFT啊 但是我们去购买这些比如说赠品的MFT的时候 我们需要认准有个官方认证的店铺啊 不然可能会买到一些假的MFT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马铁店上搜起额头的头像 你看也也会有很多这些MFT 他们都是官方的店铺啊 所以他们会卖的价格比较便宜 都是可能是由个人用户上传的 所以买的时候要认准官方的店铺去购买 还有人会做一些模仿他的 那么一个MFT卖这么贵的话 我觉得他主要还是有这个名人效益层面在啊 还有他这个稀有层面 比如说我们像像大家比较熟悉的CryptoPunk 现在市场炒作的情绪是异常的高涨 是越来越多人愿意花高价钱去购买这个MFT啊 只能说艺术是无价了吧 我们看一下最近购买的这个记录啊 他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的东西 有些人就觉得应该是指的是被整场的吧 所以这个价格就称称的往上涨啊 买了是多少钱啊 100个以太坊吗 之前怎么这么有钱啊 这些MFT我看不懂 但是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啊 好的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Opensea的交互还有这个小狐狸钱包的交互的教程就到这里 还没有体验的兄弟敢去体验一下吧 如果比较想去买好看的MFT 记得擦亮你的眼睛啊 认准一些比较官方的店铺 或者一些比较多人玩的这个MFT 不然买到的话 自己开心就好啊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 CLE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